我那時候剛跑社會記者的時候 我自己每天都想了一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觀賞文 今天又歡迎到我們算是YouTube的人氣網了 沒想到影片播出之後獲得那麼多的迴響 所以沒想到就讓你獲得了真的是第二集 歡迎社會線的記者 李山儀 身為社會線記者嗎 其實真的要去過很多別人不敢去的地方 我一去 就是一個鐵門這樣 鐵門 鐵門 然後黑黑完全 因為他們水電 他們沒有錢 所以水電都被卡掉了 然後都黑了 那我就在外面這樣子 那種玻璃門這樣 玻璃門一直這樣貼著看 貼著看 就突然間一個光打來 就是一個人 他是這樣長髮的 這樣貼著這樣 他就這樣貼著看著你的這樣 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 你做夭壽 他從頭到尾都在那邊 對 他其實就一直在看著我們兩個人 對 他一直在看著我們兩個人 那他可能就是想吃東西 他就打開門說 你可以給我便當這樣 然後他就做了下一個東西 拿一把刀 你什麼意思 拿一把刀 你沒有嚇到嗎 門這樣進來 他就在拿一把刀在旁邊這樣 然後我就說 就是我又要訪問 我還沒訪問 他怎麼這素材怎麼做一點 你不回家嗎 你還要繼續待在那邊 你慢慢跟我 就是我就說 好 我就慢慢 我就緩解他的情緒 我就說 欸 我就說 你們這幾天都住這裡啊 就開始就瞎聊 但我有點害怕 我就說 那你要不要把那個東西放下來 我們慢慢聊 就他媽媽一直跟我們講說 好餓 真的很餓 你們可不可以幫我買便當 然後我攝影就 很有禮貌 就給他兩百塊嘛 就突然我們訪問 訪他沒辦 他說 他又在生氣了啦 他啦 你有沒有聽到 他在生氣 他在講話 你有沒有聽到 他生氣了你們 然後我的攝影就 到了想說 你知道嗎 那裡都是 而且他還吐 他我攝影就是有點 一直呕吐那些 那我也有一點呕吐 呕吐其實是 我們自己 大家都知道會有一點 會有感覺 會有感覺 就是 然後他一直呕吐 然後他就說 你知道那個都是 他覺得那母女應該都是被 耍 就才會去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他講說是客人是不是 對啊 講說我是 是要 想要換身材的人 對對對 有病的人啦 就是如果是有 不能說換身材 他那是一個招數 我們是有 疾病有問題要去問的人 然後我們就 我就故意跟我的 跟我的攝影也去這樣 你已經進去了嗎 對啊我進去了 然後你跟他說 你身體發生什麼狀況嗎 我就說我 我好像被耍丟這樣 我就大概讓他講了一下 然後他說那請你坐一下 因為他們還有 前面還有一些人 那我就稍微看一下 那這時候已經開始錄了 然後開錄我就看到 前面那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吸 然後就 然後我就 我就這樣 跟我攝影子對看 你沒有笑 沒有啊 因為 你有點想笑 但是你不知道 因為他們真的很認真 哈哈哈哈 那個是一個很莊嚴 你怎麼可以笑 然後 然後 你前面那個 派了幾個客人 大概三個 但沒有到我 真的我來不及 就是 我就想說太久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 我們時間也有限嘛 你知道嗎 我們只有兩小時的出去的時間 那真的太久 我就跟我攝影就是 而且我們其實也錄到我們要的 就是他做法的那一段就好了 就是有真的有 匪氣就相信這個東西這樣就好了 第二個客人也是在換親子 我就 他就 他就在他後面這樣 呃 然後我就這樣 我就不知道這什麼 我就跟我在偷笑 然後我就 因為我的手機已經在錄了這樣子 對 大概就這樣 所以當後來那個新聞爆發之後 有引起廣大的迴響嗎 那一條 沒有 因為那一條 我覺得是 因為我們的手續不太好 哈哈哈哈 好 可是其實撇開採訪內容跟畫面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always go 對不對 那些我們聽到的 你們的念的 都是你們自己在現場 很快的這樣寫的嗎 對 我那時候剛好 社會記者的時候 我真的每天都想一次 因為 你一小時內 你要趕快 你要 發效果 發效果記念 那你要 聽訪問的內容 你要 你要有邏輯的架構出來 這個 你的一個素材 我一上的時候 我就開始 就是開始打 開始打字 就是我們每天都要訓練那個打字 所以很快 就是要再一直打字 主管呢 邊緣台呢 又會一直在問你說 就是我其實在上班的時候 然後我基本上我的Line 我沒辦法接其他朋友的訊息 因為沒辦法瞎聊 你在電視上聽到你的名字的時候 沒有覺得 哇 我的新聞 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過一條難聽 當季的錢大家都不太看好我 因為就覺得我的聲音這樣子 不太可能這樣吧 那我就有一個觀念就是 我就是要做給你看 我跟妳講 真的 我沒有說 因為我不是漂亮 其實老實說我不是算 光線很漂亮的 水準 真的是 哈哈哈哈哈哈 我很多人當記者要幹嘛 當主播 當主播 我完全不是耶 我就真的喜歡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我喜歡得到資訊 我喜歡在第一時間到現場 我就喜歡這種 這個工作這種感覺 那每個人都說 欸你要去試播 你去試播 可是我那時候就 就會說 喔不行 其實也沒有人想要我當主播 我也其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真的蠻忙碼 你真的蠻忙碼 欸你也沒有想那麼多啦 他也沒問題 他也沒問題 他只是說 欸你不要去試播一下 欸很好玩 他只是這樣說 你要不要玩 他可能他的意思是說 可能就在人生這一次了 主播也沒問題啊 對他也沒問題 他只是說 你會試播 試播的意思就是 其實每個人都有機會 你會試 你講到這個我非常的感同身受 因為我的聲音 也不是一般男生的那種記者的聲音 所以其實在一進電視台 幾乎是兩年內 我幾乎沒有過過 真的很小心 喔真的 我沒有辦法跟別人說 這是我的新聞 甚至別人可能看不到那個名字 後面是我的名字 我只能請 寫好的稿子 請別的同事幫忙過 甚至別人下班了 沒有人幫我過 我還要隔天一大早 來看誰上班 再幫我錄這個音 可是 如同你剛剛輸的 我才會突然都沒有感覺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我就會覺得說 好沒有關係 如果我的聲音沒有辦法達成 大家心中想要的好聽的聲音 那至少我要讓你們知道 你們以後聽到這個聲音 是關燒的聲音 對 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 我就是這樣 你也是這樣心情嗎 對 我覺得我聲音的確 我也不漂亮 好鬧 我沒有覺得我不漂亮 我 我是覺得長大可以 是不是 那你到現在問一個比較老派的問題 你有沒有依據你的座右銘 你喜歡就去做 做看看 失敗的也沒有怎麼樣 我是這樣 我的人生裡面是這樣 就是我就是有敢去衝 但我不會怕說失敗這件事 我覺得我還是個人才 無論到達就四個人 就是四金子就是會發光的 就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的理念 我不會去 我沒有什麼做 我只是覺得說 就是勇敢去做 你喜歡就去做 以前還沒當記者的時候 我們真的會想說 好好的把正確的觀念或議題 傳達出去 可是當你真正進來之後 你會發現中間有很多的碰撞 不論是你面對收視率 點閱率的壓力 又或者是你必須去做很多 你根本沒有覺得一定要做的事情 而去壓縮你那些 你更想做的事情的事 真的 可是這幾年來 我們盡量的就是 堅守在我們的崗位上 確定要來當記者 我看了一個電影 叫做《龍爐年龍長將》 就是一群小朋友被心情害 但是他們那些小朋友是弱智 然後被心情害 但是因為他們有環境的關係 沒有辦法去提告 是因為就是媒體的關係 把它報道出來 所以韓國才開始修法什麼的 我那時候覺得說 其實小小的事情 如果我們把它報道出來 有人看到 甚至一個主管 一個可能 好啦假如柯文哲看到了 他真的是有一點轉的 看到你的行為 所以你就會改變一下 因為有時候你會為了看獨家 而去做一些比較就是 違心的事情 我覺得你不要破壞自己的原則就好 對 講得太好了 我沒想到這集的結尾就是這麼難 我想說長得好笑的人 怎麼說一定這樣 真的 透過自己的工作 我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可是反過來想就發現 因為他自己其實也算是蠻幸福的 就是在我們有能力的情況上 當然不論是報道一件事情 或者是用盡能去幫助更多的人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啦那好感性的結尾 對啦 沒有啦還是很開心啦 對啦 但是你要喝酒 很會喝喔 哈哈哈哈 你剛剛這動作是什麼 喝酒啊 就是喝醉了 對 很會喝 這樣如果說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把鈴鐺打開來 以及 我的IG 哈哈哈哈 我有很多工作上的 北七的事情 大家看你發了 因為我非常喜歡看他的IG 非常好笑 哈哈哈 掰掰 掰掰 Tomorrow discussion Ты 害 Thank you